8月26号,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,介绍当前粮食市场运行和生产有关情况。 会上,农业农村部市场和信息化司司长唐科介绍,当前中国粮价稳中有涨,但后期价格将逐步趋稳。 总体来看,粮食短期需求变化不会对粮价产生持续影响,粮食生产供给完全有保障。 今年受疫情影响,前期出现一些消费者和贸易商囤粮现象,短期会拉动市场需求波动,但不会改变粮食消费变化趋势。 也就是说,粮食短期需求变化不会对粮价产生持续影响。 从后期走势看,国际上玉米、大豆等多数大宗农产品供给充足,价格低位运行,国内粮价缺乏大幅上涨的条件。 预计随着秋粮陆续丰收上市,我国粮食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基本稳定,消费者完全没有必要过分焦虑,甚至恐慌抢购。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,2020年夏粮早到已丰收到手,粮食生产形势总体不错。 从目前看,秋粮面积有所增加,涨势总体正常,丰收在望。 粮粉受得好,关键管理不错,大豆已经鼓励了,水稻压圈了,什么叫压圈了,就是压顺了,就是已经开始有产量了,而且开始逐步落黄。 但是呢,前不久,前段时间呢,在辽西和蒙东的个别县呢,受了汗了,涨势偏差,但是其他地方啊,涨势的都比较均衡,丰收呢,应该是这个再望。 确保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.3万亿斤,实现小康之年,粮食和农业丰收。 此外,针对近期社会所担忧的未来中国粮食安全问题,潘文波表示,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,谷物基本自己,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能守住。 我们国家粮食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,去年粮食产量是13277亿斤,原高于银均400公斤的国具粮食安全标准线。 我们国家粮食品种中缺乎最大的什么?最大的就是大豆,连续几年的恢复增加,去年恢复到1.4亿亩,是历史上一个较高的水平。 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总体形势是好的,当前供给没有问题,中强体供应也是有保证的。 粮食总量平衡下,结构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。 但谷物基本自己,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是能守住的。